理工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合作 利用重组蛋白研制新冠病毒疫苗 发现可以有效阻止病毒复制和繁殖 预计短期内进行临床试验 团队说如果将来成功生产 将会优先预留给港澳市民使用 港澳合作在新冠肺炎疫苗研究取得进展 本港的理大和澳门科大联同多间内地院校 2月开始合作研究 用多种动物做实验 其中猫分成4组 其中2组在第1和第7日分别注射20和40微黑 俗称RBD的受体结合域重组蛋白疫苗 另外2组就没有注射 21日之后 所有的猫被注入新冠病毒 曾经注射疫苗的2组猫猫之后 都产生强烈病毒中和抗体 也都没有出现副作用 而没有注射疫苗的2组 体内的病毒量每日递增 同类实验也都在兔子和老鼠身上进行 发现注射疫苗之后 产生抗体的几率是百分之百 团队说反映疫苗的成效显著 期望在未来2至3个星期就开始临床试验 他们说如果最终试验成功 适合大规模生产 团队已经和台湾厂商签订生产合约 亦都获创科局接合 将来如果成功生产 会预留800万剂 优先给港澳市民使用 这项研究成果 已经在国际科学期刊自然发表 无声电视机者吴森宇报道